我就是说人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一些关键的缘分 这个秘籍可以是一本书 也可以是一件事 也可以是一个人 你比如说这个文山兄呢 我就发现这个吴宗宪不简单 因为你看他发现这个周杰伦 过去咱们觉得这个宪哥嘛 综艺节目 这个四角逃天的 觉得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有眼光 你比如说这个周杰伦 谁知道看着很内向的样子 谁知道就是能站上舞台 他就能够知道 好像他也是点中了你写的歌词 我是这样子的 可是因为我之前喜欢那些宋词 那个给我的创作的养分 就是可能反映在什么 烟花艺能东风波清化石器歌词上 所以我觉得说当初我一件事情做对了 就是不带功利性的阅读 然后阅读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事情 因为任何人 田野调查写了一本昆虫图鉴 或是一个采风的旅游 或是一个文学作品什么的 这本书是这个人的心血 然后是他的宝贝 可是你却一个笑 一杯茶一杯咖啡 就把它几年下来的 画回己有了 而且29元 对 没有书架 所以我觉得投资报酬率最高就是阅读 然后那时候 我看那些宋词的时候 不带功利性 后来我发现说 等到我开始从事歌词创作的时候 这个给我很大的创作养分 然后我是把歌词集结 用投稿的方式投给 包括献哥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的人 那他在那么多人当中 你等于是个平头百姓啊 他为什么 他后来跟你讲过没有 为什么就看中你 是看中哪句词了吗 我觉得他是看中我的量吧 因为我写的很多 我写的一百多首 正好一百首 我是人海战术一量取胜 当初我还有个策略 我想说 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广播嘛 然后知道说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他们都收到一些什么信件啊什么的 主持人都会收到一些东西嘛 不管你是电视台 然后广播电台的 或是唱片公司 那你没有理由说 人家收到你的东西一定要重视 非亲非故 然后重视之后一定要毁 这不成立的 那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以量取胜 我就不是只有量写一百多首 我量写了一百多首 然后我还弄索引 一字步二字步 比如说悲伤在第几页 然后你别离开在第几页 做好一本书 然后我寄了一百份 然后台湾的唱片公司没有一百家 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可能滚石 那时候还有飞碟 然后什么保利金 Sony 然后EMI这种 就是我看那个CD后面的制作人 跟歌手 比如说滚石 制作人有重要的四个 然后歌手 一线的歌手有五个 那滚石这一家我就寄九份 我是这样子寄了一百份 我一百多首印了一百份 然后我在想说 寄到唱片公司 总机先拿到 那总机小妹 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往上缴 她可以帮歌迷回函 广购信件 那她就搞定小妹 就除以二 所以一百份可能只有五十份 这个小妹良心发现了 那就是给制作人的一个助理 或艺人的经纪 可是艺人的经纪 跟制作人的助理 不见得还要再给她的艺人 再砍一半 所以五十份再砍一半 二十五份 然后等到制作人 一人拿到了 那拿到我在忙嘛 我没有理由一定要开嘛 拆开嘛 再除以二 十二点五 我是真的这样子算 我想说层层的拦截 应该有十二点五份 的歌手或者是制作人 她有兴趣打开了 而且也有机会打开了 可是打开了看 她纵使觉得不错 她也没有 一定要记在脑海里 一定要通知谁 说这个要回馈 也没有嘛 对 再忘掉一半 应该再除以二 所以我想说 我记出一百份 应该有五到六个人 有想法 想跟我回 就后来只有献哥回 这个故事精彩 只有一份 嘉辉呢 也是退稿 退了半生 是吧 讲卢说秘籍啊 我很年轻 就懂 我忘记哪一位奖辈 跟我说 他说嘉辉 年轻嘛 英文叫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你没有东西可以选失的 等于是说 年后他说什么 面子不应该是你的成本 我们年轻人怕面子嘛 当然像你记了一百首 假如什么一百份 写了一百首 什么几份 假如没有回应 很难过 你会很伤感 崩溃啊 搞不好 假如历史往回看 吴忠倩没回你 你想你会怎么样 会难过吗 当时图很多 不可能 那就跑了 我那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有想过 记之前就想过了 他如果献哥没有回 那我可能就是 五百份 不会 我会换别的方式了 改行 因为已经记一百份了 踢在他家门前 行不通了 直接找总机小姐去了 我可能会采取别的方式 进入这个圈子 可能先进去当小文案 当计划助理 我觉得这个机缘 真的是很重要 有的时候 你看中国文化里 讲究一个机 不是那个鸡压的机 就是一个时机 就是其实啊 也许在某一个时间 你比如说 献哥 恰好在今天 对吧 没有跟太太吵架 是吧 或者说 刚刚跟太太吵架 他有一个时机 看到了你那个歌词 他有一种 这种对位的关系 就同样的一个人 你比如说过去咱们讲的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传宗这个六祖慧能 他不识字啊 不识字啊 整天这个打柴啊 然后在一个店门前歇脚 听见这窗户里头 有人念金刚经 刚好念到 你看这个时线 我有时候觉得世界上 好像有 每个人都是个轮子 大家都在转 然后呢 刚好这个经念到呢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比如说 我假想可能 不是念到这一句 他也不会突然间就有所领悟 明白了 我应该去学佛 对吧 恰好在那个时候 你就听到了那一句 而且就是 你的这个时间 空间 所以呢 后来那个 有的老师啊 就解释 就说咱们那个 中国这个禅宗啊 很多咱们看不懂的 叫公案 是吧 就好比说 你为什么 就我问你这个佛是什么 你为什么打我一棍子 后来这个老师解释 有一定的道理 他说啊 因为记载 只是记载了双方的对话 但是呢 在这个中国这个禅宗里面 讲究要关机 其实就是老师啊 这个机会教育 就看看 你这个孩子啊 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这个道理啊 你格外能听得进去 所以说 那个时候 这老禅师 他就是官 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你是什么状态 你到我这来 也许我突然的给你一个棒贺 当头棒贺 这时候你就明白了 但是咱们要来这么一棒贺呢 可能就真的一棒打发 有棒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有个机缘 它有个时间性的因素 但可能这样 就是我们往往爱听那种巧合类的故事 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了人家在背后做的很多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说金庸 写小说怎么写出来的 可能我们就爱说他巧合的东西 正好香港发生一场比武 梁宇生写了龙虎斗金华 然后金庸就写了书交用出路 但其实他之前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你比如说 那人家当时考大公报的时候 全国 我如果没记错 数千人报名 就只要两个 他考上了 你再比如说 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成绩就是特别好 就是很优异 他就是有出息 可能这些东西 我们往往在 特别是在那个文字记载 不是很充分的时候 就抹杀了 我还查过这个方文山的黑材料 今天你也给讲讲绝招 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他万事万物 他有规律 我不知道我引用的对不对 好像是你说 比如说写个词 动人的一个法宝 什么叫副歌的第一句里头 是不是要有一个你 一个人称在名词 记忆点 记忆点 为什么呢 你举例说明之 你发如雪 譬如说 你发如雪 他就不能说发如雪 他说你发如雪 因为呢 有时候很多 实际上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觉得说哇 写所谓中国风的歌很酷嘛 然后 就是哇 金石子集 引经据典 然后拼贴了很多名词 可是那个 歌词不是历史的叙述剧 歌词是情感的催化剂 所以它里面一定要 人生带名词 你我他 否则整篇下来 你不晓得这个 我在唱我的故事吗 还是唱我们的故事 举例来讲可能 天津社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一定要我跟你出来 就一定要人生带名词 就查一句 这句话 我还当过QQ签名的 你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 然后 还有一个 很久以前写的一个歌叫 《爱在西人前》 然后《爱在西人前》 它第一句就是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 《汉摩拉比发点》 刻在黑色的玄武园 剧情3700多年 然后那时候刚出来 大概十几年前 这怎么会是歌词呢 这是历史的叙述剧 叙述古巴比伦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因为我第二行嫌 你 你在除窗前 临世卑文的字眼 我却在旁 静静欣赏 你那张我深爱的 就把场景拿回来 我说怪不得 现在有这个 freestyle流行起来之后 就念这个唐诗 你除何日当午啊 我汉地何下土 他这个 他有了一种 就是说对象 和两个人的相关性 这用文化研究说 召唤他的主体 让他听 其实我们写好久评论也是 经常下笔 有没有注意评论 总是我们 我们觉得 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把那个读者召唤过来 来我这个阵营来看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我觉得 比如说这个海外的 南洋的 包括台港的啊 很多文学界的人呢 对金庸评价很高 但是我也感觉到 我身边一些人 就好像大陆的吧 或者说以北方为中心的 这个算是严肃文学界 实际上很多人呢 到今天也是对金庸啊 有点暧昧 就是怎么说呢 就不大感冒 老觉得这个人呢 你不能把他 在文学史上 排多高的位置 这可能跟六神就相反了 但是我就是说 我我觉得他是个现象 你比如说 你看我是学新闻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建构了一个世界 对 没有错 他建构了一个语言 他建构了一个世界观 对啊 他养活了一个六神累累 就等于他把社会上 所有每天发生的事 他都能套用金庸的情节 评价金庸的小说 还要回到他创作的 那个死空背景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这么大量持续 然后的创作武侠世界 形成一个现象 那这个位置 角色是不能被取代的 他也不是现在百家真名 所有的线 网络小说全部都出来了 那个年代可以这样子持续的写 而且他影响了港台跟东南亚 当然可能内地 可能后期才比较影响 可是早期影响我们港台东南亚 很大 他为什么金庸有时候 特别不招一部分学者和专家喜欢呢 他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啊 一直特别在乎什么呢 特别在乎 这个东西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 这个东西是不是进步 我们特别在乎这个东西 我们特别容易把金庸归入旧文学 当时很多人批评金庸就是 这一坎他迈不过去 他必须分 这到底是五四的新文学 还是旧文学 还有个是觉得什么呢 觉得金庸这个人 没个性 不好玩 那李敖 李敖您研究李敖 你不要了解 李敖就是说金庸 咱们再说虚伪 是吧 说金庸虚伪 李敖说有一次这个 见着金庸就说金庸 你不是说信佛吗 你看李敖就是那种极端的 说你那么多钱 你信佛 佛是要舍弃财产的 你舍弃不了财产 就见着佛 因为可能是因为 跟金庸先生的时代距离 还是太近了 因为我们看到任何的 一个 一个 殿堂的 canon 经典的建立 真的需要一个长的时间 而金庸作品 金庸先生的作品 它不是属于一般的 所谓的纯文学 不再叫系统 所以我觉得需要时间 完全不需要怀疑 再过50年 100年会都看 华文文学史 它那么重要的地位 而且我们根本都还没有 好好充分利用金庸作品 比方说 里面谈到好多不同的人物 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 你是岳部群 你是尾小宝 你是谁谁谁 假如在欧洲的系统里面 很多神话人物都成为临床医学的代名词 比方说宁武情节叫什么 医师 医理 扑 医理 图子 情语 完全的 比方说曾经有人想过 在华人的临床治疗 说你要为小宝 情义节 什么意思呢 花痴 讨好性格 什么什么 阳过两难处境 两难困局 完全大家都懂 所以你看这个话就是两头说 那我有些搞纯文学的朋友 又觉得金庸的作品 人物脸谱化 然后说他的历史文化背景 就是你说的 是较为常识的那种历史文化传统背景 并没有什么更新的创建 或者说突破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评论 其实恰恰不是 我一说到金庸就怕自己说很多 你知道吗 没事 就水了 畅所欲言 所以我不敢多说 说吧 我是觉得看一个作家 牛不牛 有几个标准的 我觉得一个 看他养活多少人 你看这个曹雪芹 曹雪芹没把自己养活得很好 举家十周九长社 自己活得不好 可是曹雪芹养活多少人 我有个杆布 也是跟爱情有关的 金庸小说里有一个男主角 老被女孩子骂 就是张无忌 对 女孩老说这个人是渣男啊 三心二意啊 花心 其实张无忌没有干什么特别缺德的事情 就他干的事情和 比如说韦小宝啊 什么慕容傅啊 抛弃自己的表妹嘛 这都是不能比的 没有干特别缺德的事情 为什么老被骂 我是不大明白 后来有一次顿悟了 就是他干坏事的时候 还想做个好人 你还想做好人 就终于被骂 比如你跟姑娘分手 分手就分手 不要企图分手的时候 还想做好人 那好多那个女孩不骂的人 段正纯这样的是吧 分手就分手了嘛 就怎么样 没有人骂 哪个姑娘对着段正纯骂 对着慕容傅骂 没有的 就骂张无忌 渣男啊什么烂人啊什么 分手 不要企图做好人 分手 那你再骂我老婆去 说他不应该 分手 分手分了吧 不要企图 分手说我还是爱你的 但我说你好 我考虑你 不要企图做好人 我自己是一个 叫讨好新人格的人 很多年自己都不知道 后来是看了一个 日本作家的书 太宰治 哎呦 他这自杀多少次的 是一个变态 不想活了 训情 他说 他也写自己啊 其实就是写他自己 他说 这个人是一个讨好新人格 讨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父亲问他 想要什么礼物 他都要先揣测 父亲想送我什么 然后把父亲 这个答案说出来 让父亲高兴 我忽然悟到 原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原来我不知道 自己的毛病在哪里 为什么见到所有的人 都想让对方开心 想让每个人高兴 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你是菩萨啊 这是 菩萨 菩萨现场啊 是毛病 是毛病 就吃杯啊 这是好事啊 这为什么是毛病呢 就是试图讨好所有人 最后都讨好不了 那张无忌就是这样的 可能活得很累了 很辛苦 讨好不了 因为你给的 不见得是你要的答案 反而骂你 你要的需求 什么礼物 这个其实不是你要的 只是你以为对方想要送 这是很辛苦 过得很辛苦 你看最近这个 原记了一个 说是活了103岁的老和尚 叫这个孟参老法师 这孟参老法师啊 这挺神的 他这个一辈子啊 你说这种人啊 就很有意思 他是根据四个梦 本来比如在东北那边 他是东北那边 黑龙江那边的 他本来可能在当兵 突然他就是一个梦啊 梦见他要到北京一个庙里去出家 他就去了 去了呢 出家之后呢 又有一天又做了一个梦 让他去九华山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 让他碰到这个红衣法师 他真的后来呢 他还做过30多年 那个牢啊 就是说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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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后来我听他讲啊 那之前你讲这个秘籍啊 那个有信徒就问他 说这个这个秘宗啊 那个咒啊 他还在西藏修过这个秘宗功夫很深的啊 然后老头说话非常有意思 就说这个咒啊 有秘义 他有这个秘义 这秘义是什么呢 告诉你啊 就不秘了 然后你知道他就 我觉得他说一句话 前些天啊 点醒了我一点 他说啊 对众生当然要慈悲 但是呢 先对你自己慈悲 你自己也是众生 先放过自己 你放过你自己 很多时候你太想周全了 就是说你要普度众生啊 你得有这能力 你不苦恼 你才能普度众生啊 说很多人把自己逼得没有退路了 对吧 就说所以这老和尚讲的 我都若有所悟 他说啊 你啊 对你自己要慈悲 你每天想着 比如说争名夺利 多挣点钱 超过别人 把自己搞得焦虑失眠 你对你自己太残酷了 你对别人都不错 反而你对你自己不慈悲 你说他讲这个话有道理吗 所以假如真的要慈悲 这慈悲到底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 你在讨好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是对自己慈悲 你舒服啊 你不讨好别人 不舒服啊 问题是 手艺就是你功力还没到啊 你一念更顿悟 就说你讨好别人 你就快乐嘛 他是这样的讨好 比如说啊 工人来我家装修 我会试图让他非常开心和快乐 我跟他聊天 其实 最后他 你叫您坐坐 我来坐 他就恨我 比如坐出租车 我会想让司机特别的快乐 但事实上不可能的 他想绕路 他想聚载 怎么可能特别快乐呢 他只有 他只有 挣到他想要的活儿 才快乐 所以这个 像张无忌一样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开心 就是不可能的 不会啊 你会感化他的 你说 西七先生 师父 你就聊吧 你就聊到哪里 他就不聊 钱在这儿 你改变了 别说 他说的 我觉得挺有普遍性的 我见过好几个嘉宾 都说自己有讨好性人格 文山你觉得你有吗 我觉得我有这个缺点 就是一开始 又有了寡断 接了一个委托 可是却没有如实地去教 他们想要的世界 这也算讨好性人格 他这个有两种 一种说是这个人 比如说从小较为自卑 较为自卑 所以害怕别人不满意 其实非常希望 别人在别人眼里 看到对自己的 这个肯定 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 他们说 他们说是狮子座 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说狮子座是啥 就是说 因为他幻想自己 能力等同上帝 就我全照得住 全做得了 对 谁的要求 我都能满足 于是我让你们 大家都满意的时候 我才妥贴 天哪 我就是狮子座 你看 我觉得星座是灵的 有用的是吧 就是你 其实你幻想自己 是个大能者 你幻想自己有能力 于是呢 你满足别人的这个过程 就是让你获得一种能力感 我有能力 其实像你这样的人 你还刚才说这个爱情 我跟你说 像你这样的人 跟这个爱情啊 最难搞得分明 就是因为呢 往往你会觉得 就是说 你能把这个事负责到底 你觉得吧 你觉得 只要你再努力一下 你能把它照到 你能把它照顾得到 经常我跟你说 就黏黏糊糊 没完没了 你不是最爱拿这个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来比吗 你就为了我们仨 你刚才听我们俩 听我们仨聊天 假如让你用过 金庸小说里的人物 你觉得他像谁 他像谁 我像谁 都能讲吗 就所有人物都能讲吗 都讲 可以 你看大家允许 都能讲是吧 事有后果就对了 对对对 有后果 你要刚把我讲成坚强 你不是要讨好性仁德吗 对对对 你要讨好一下 我说马老师像什么呢 他拿着棍 我特别想说像段言轻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吗 就拿着棍的 马老师像谢迅 谢迅 金毛狮王 他为什么像谢迅呢 谢迅他是这样的 就这个人名字也叫迅 迁迅 给人的形象是 非常温文尔雅 千功有礼的 这是谢迅给人第一印象 但其实谢迅骨子里头 特别的有爆发的力量 看我小时候都知道 内里是个很可怕的人 我觉得像马老师 看着温文尔雅 毕面有礼 然后特别斯文 特别儒雅 但是我很怕他的眼睛注视我 粗暴 我觉得如果那个 惹到你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对对 他内在这方面你说对了 他太太曾经跟我讲过 文山兄呢 我觉得文山兄像何足道 何足道 金红小说里一个高手 为什么 他是怎么呢 叫秦剑奇三绝 而且这个人特别吃 就是一个吃 就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特别沉浸进去 特别的吃 那个郭湘听过何足道弹一首曲子 然后何足道就记住这个事了 就巴巴的要写了新曲子 弹了新曲子 就要给郭湘看 我觉得文山兄 有点这个吃的意思 他有时候不说话 不说话 其实他不是故意不搭理你什么的 他成为他自己的吃 这可能有一点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 我会去钻研 可是不喜欢的 我就不通才行的 不是什么东西都懂一点 譬如说可能 喜欢古诗词 然后喜欢书法 然后喜欢建筑 然后喜欢收集东西 我收集那种 世界各国的车牌 然后还有门牌 这很冷门的东西 我们家有 从清代 民国 然后到内地 到香港 所有的车牌我都有 然后还有门牌 门牌 我收集那个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那个吃是有 吃的一点就是说 我对于喜欢钻研的东西 我就会一直去进入 哪怕这个没有同好 因为没人跟我聊门牌 北京拆迁的时候 我去捡那个胡同的门牌 因为门牌 有很聚焦的地理位置 经纬度 所以这个武定胡同 武定猴住过的胡同 然后这个可能灰飞烟灭的拆迁 可是曾经跟这个土地 共存在的一个庶民文物 我有 我喜欢那个感觉 你看 他讲的这个 就让我感觉到 吃的人有深情 这古人过去就讲过话 这个人无吃 这个什么人无痴 这不可与交 与其无深情 为什么 你看 好一个东西 成吃的那种人 他是性情中人 你记得 我记得就是 有人讲过吗 就是买毒还猪 这个成语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个人 就是说就是为了买了一盒这个珍珠 人家给了他一盒珍珠 但是呢 他好爱这个盒子 然后呢 他把珍珠不要了 把珍珠还给对方 我就要这个匣子 我太喜欢这个匣子了 一般也认为这是傻子呀 这是吃你 珍珠不要了 你要这个匣子 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想 就像他刚才讲 这是性情中人呢 他就 性情中人呢 他就是这么爱这个 这个喜欢 对吧 有深情 所以他买房子 也不要房子 只要亮门牌 哈哈哈 房子好 我可不可以 他为了收购 这个收藏亮门牌 买掉亮房子 那该到我了 我觉得像段正纯 段正纯 段正纯 理由 感觉吧 感觉吧 觉得不可言传吧 总有理由 段正纯有什么功夫 侠义啊 侠义 侠义 不是别的 侠义 侠义 谢谢 这是很高的评价 所以才有咱们这个武侠派嘛 对不对 好 三位大侠 谢谢